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BI好 感谢收看三国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 职业选手第一视角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已经 很久没有做 但是喜欢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职业玩家啊 Miracle 最近呢 他也是开始做复健了 对吧 那么距离他回归职业赛场 我估计应该不会太远了 那么最近呢 他也是打的比较多 那这场比赛的话是他的第六个有据可查的小号 至于他一共有多少个小号 这个没有人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么他第六个小号呢 现在的分数呢 是比较低的啊 比较低的 现在只有天梯两百多名 对于他来说 这个分数真的是已经非常低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分数段呢 大概是一个三四百名左右的一个局 而Miracle这样比赛拿出来的是一个中单的神牛 那最近的话呢 找很多观众都在说 让我找这个Miracle的第一视角 我也确实每天都在努力的给大家去蹲 但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给大家找素材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 大家知道会有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导致这个素材出不来 其中一个重灾区 对吧 导致出不来 导致出不来视频的一个重灾区的原因之一 就是敌方有人摆烂 如果是几方有人摆烂 但是军龙赢了的话 那么这是作为看点 但是经常会有那种 就是前期打个十来分钟 或者是七八分钟对面的人就摆烂了 就一装备了 然后开始风高送死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浪费了无数无数无数的素材 这块抢符没有抢到 那神符没有抢到 让对方的船长拿到了 那这场比赛作为一个军分是在三四百名左右的局 而对方的船长是一个泰斗船长啊 大家可以看到 30级的一个泰斗船长 那么看看Miracle这个中单神牛 跟对手的一个泰斗船长会有怎样的一个交流 中路的出门装方面的话 作为近战英雄 那么出门装肯定是两个 树枝 一组吃树 一个先灵火 一个补导火 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固定的出装了 这里一上来先灵自己的强化图腾大棒子呢 反补掉一个远程兵美滋滋 然后跟对手的船长互相换一下血 初期在三级之前 三级之前这个神牛和船长的对线 其实都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因为对方的这个水刀明显是比神牛的这个 强化图腾要更加的廉价 无论是从补刀还是耗血来说的话 他其实都更加的廉价 而且船长的初始属性是要更优秀一些 我记忆当中是更优秀一些 我对比一下 果然这边攻击力 护甲 全方位都是要比神牛要更加优秀一些 再加上一个没有消耗的水刀 所以这个东西在前两集的时候 那么神牛确实要吃一些亏的 这块呢 强化图腾 但是没有能够阻拦对手的一个反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分多钟过去以后 那么神牛的正反补是直接被对手的船长拉开了一倍啊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这里神牛再拍一下 再给一棒子 哪是在努力的耗血 这个三十级太斗的船长在前期的一个对线方面来看的话 能看得出来这个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落下风的 正反补方面啊 包括这个 血量的一个消耗方面啊 水刀的释放 然后包括这个水的释放的位置 其实都是相当的不错哦 这里神牛是找到一个机会利用自己的拍地板余阵 加上一个强化图腾 反补掉一个远程兵 这里再给上一棒子 但是被对方水起来 再给一刀消耗一下 对方的船长直接种一棵树吃掉 开局这边对方是直接打了一个2比0的开局 再加上中路神牛的补刀 被对手的船长玩爆啊 这个就是船中的玩爆 我们看看这波兵吧 这波兵应该是可以他的失收 但是船长也是带着兵线过来了 下一波兵线的接触 船长这边扔一个水 还行 绕开了 绕开了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神牛有板了 这里给上一个板想封路 那么第一时间发现这个路没有封住有点可惜 主要是角度问题 他刚才这个角度想要封的话 他需要再往左边站一点 但是我好像还是有机会给上一个大棒子 对方这里一个水 水起来那没办法 没有机会击杀了 而且因为过来要去击杀对方的船长 还漏了一个一波兵线 其中的两个 漏了一个近战兵 漏了一个远程兵 没有机会去补 所以这波下来的话仍然是很亏 对方的船长现在11-3 而神牛只有7-3 这个正反捕方面的话 反捕倒还行 跟对方持平 但是正捕上的话落后了不少 一个30级太抖的船长再加上一个天梯 三四百名左右的一个排名 确实有点东西 那么神牛这里拍一棒子 对方的这个船长好像有点没搞清楚情况 往上跟 这个时候不要给平A 往上跟 然后直接利用一个二级能拍晕再加一个大棒子 完成一波单杀 漂亮 这就是比赛经验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比赛经验和选手个人实力之间的一个差距了 就是让Mirco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机会 然后他就可以完成一次单杀 船长的话呢 前期因为他没有到6嘛 他只有插水和水刀的话 想完成对对方的击杀这个铺垫工作时间太长了 他没有神牛强化图腾的这个爆发这么稳定和可控 也是漏给了Mirco一个机会 直接让Mirco完成击杀 那在完成这一波击杀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人头数现在2比1 三条战线都是对方的绝对优势啊 在正反补方面都是对手的绝对优势 这块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但是好像我并不怕你啊 因为这个时候我是5级 而你只有4级 4级船长的现在应该是2级的水刀 1级的标记和1级的水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中单船长加点 所以对于神牛来说的话 他完全不需这里拍地板 给你一棒子消耗一下这个小鸡 被对方一个水刀直接给打掉了 那既然你杀我的小鸡 我就要去欺负欺负你了 已经打掉了4分之3左右的血量 再往前跟再拍一个地板 可惜了这个地板没有拍到对手 虽然Mirco为了自己的移速 已经是买好了斜加斜垫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能够完成击杀 对方船长也是算了一下对手神牛技能的CD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蓝量比较低 所以船长刚在这里是走了一拨 走了一招险棋 拿了一个补刀 但是自己的血量也是完完全全被打空了 这样Mirco在中路继续保持着一个 还算不错的发育节奏 现在已经把这个发育节奏追上来一点了 这里对方船长再给上一个水 哎呦这个船长的走位出现失误 有机会杀好像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刚才这个位置 他是二级的余阵 加上二级的强化图腾 然后加上一级的勾克 这个地方如果封住的话 是有机会能够把对手打成一个死血 如果对手选择回头反打的话 那神牛才有机会击杀 所以这波神牛也是没有给技能 因为觉得在同水平的较量的话 这波应该是不太可能完成击杀的 也是没有硬拼 神牛这个英雄有一个属性 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人给忽视掉的 就是他事实上拥有着很出色的力量成长 他的力量成长有3.7 其实他拥有着非常出色的一个力量成长 这个比较容易被人忽视 对方的船长这里溜达过来到中路 看一下这里一个水刀 直接把兵线清掉 还剩了一个投资车 神牛这里溜达过来 给上一个板 队友这块过来 看一下赏金猎人来了 那次飞镖定一下 一个强化图腾拍地板 一个大棒子扔上去 追着给两个平A 然后呢 对方还敢往兵线堆里边走 那你就别回去了 正好到六级大招 我还不知道该冲着谁用 那么对方的船长直接走到了冰堆里边 一个大招直接完成收尾 另外就是这波击杀的时候 神牛身上还有一个奥数神符 美滋滋 打完这波以后呢 自己过来插一个眼 现在眼这个东西不要钱 作为中单位来讲的话 其实很适合自己去买 真的很适合自己去买 因为中单是现在主要的节奏点嘛 眼又不要钱 你就自己买 卖完了以后呢 自己往自己想游走的方去插就黑了 看看对方在下落这里 打了一波 对方的技能放的还不错 那么神牛溜达过来以后 自己的队友这样比赛大哥位 是一个买绿 三号位的话 应该是这个剧毒束手 对方的先知 发起一个先知 一个板给他封住 然后呢 A一下 对方的先知 好像有点难走了 这里砍一颗树 进去 拍地板没有中 不要紧 大棒的现在伤害很高 再溜达过来 我再加一个平A 最后拿到的人头呢 是队友买绿的一个大哥 打完这波以后 人头数来到7比3 团队经济终于是实现了反超 领先了对手 一千加 这里船长给上了一个水团 想要去预判一手 但是没有中 有点可惜 主要是这个水没中 水要是中了的话 这个船也就中了 预判的时间不够精准 没有能够把 这波神牛给他阴掉 但是呢 清一波线 回到野区接着发育 也算勉强说得过去 这波神牛勾一波兵过来 勾一波兵过来以后呢 其实眼是看到了对方的船长的 但是呢 他并没有往这个野区去引 而是选择把这波兵线 拉到旁边来 假装我没有你的视野 我就是他的狮子在这 清一清兵线 然后空一个八分钟的神符 完全没有对对方船长任何动作 保住这个眼很重要 因为这个眼刚插上 刚插上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不错 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信息 等有机会完成对对方 大哥为了击杀的时候 再去把这个眼暴露出来 会更加的划算一点 再加上现在是神牛出跳刀的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不着急 作为神牛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打中单 其实是比较考验操作的 比较考验操作 但是出装方面几乎是不定的 就第一件装备出跳刀 第二件装备出一仗 第三件装备 如果这样比赛没结束的话呢 大概率应该是出VKB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出装 再往后出的话 就是结合局势来判断了 因为他其实后边出什么装备 对于他的输出提升都不会太大 如果你一定要去 我就是要继续强化爆我的输出的话 可能只剩一个刷新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了 功能性比较强拉满的话呢 这里对方的船长 一个板上却跳过来 给一个平A 再拍地板 再给一个大棒子 但是对方的无妖来到了正面战场 这边独狗给人一个关 救下来了神牛第一波 但是对方来的人太多了 四个人围剿 Mirgo这波神牛毫无办法 被对方完成击杀 在这个打完以后 人都数8比6 对方顺势可以拆一个中路的一塔 奶率和剧毒术是目前都还没有 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对方的船长再加上出的是一个允星锤啊 所以拆塔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赏金猎人这块也被对方留住了 跑不掉 人有点多啊 确实一个无妖的Noah完成首歌 打完以后呢 赏金猎人被击杀掉 对方的这个乌妖的名字啊 叫曹操是吧 叫曹操 看看神牛在复活以后 直接跳刀上来 大招接板接强化图桃 再接一个大望子 完美的一个单杀教科书 这个是神牛非常非常非常教科书级的一个技能施放和单杀流程 整个的流程非常简单啊 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去给自己攒一个大棒子 攒好一个大棒子以后跳大 这个是跳大完了 切记不要给平A 切记不要给平A 一定是跳大完了以后 马上接勾贺 然后利用勾贺的悬晕时间给平A 然后再给强化图桃 再给一个大棒子 这一套伤害是最稳的 但是这一波没有杀掉对方的船长 船长却是有点结实 对方支援过来的人好像有点多 又是四个人 我的天 那么看一看这波对方的先知 都一圈过来 跳刀躲一下 但是小鱼还在 这就没办法了呀 我这波已经绕了一圈 然后用出来了跳刀 结果发现四面八方全是对手的英雄 那么再拍一个地板 小鱼开始C上来以后直接追死 这样呢 Miracle的神牛 再一次被对方击杀掉 不过好在这一段时间 神牛带节奏所争取出来的时间 让本方大哥位的乃绿 现在刷得很肥 乃绿的经济已经是只奔着6000去了 神牛的下一个装备呢 就是假腿 假腿完了以后A账 要先做假腿 因为神牛这个英雄有没有假腿 其实影响很大 看一下大圣 这块一个大招扔出来 对方是一个阴心凝视 再加上大圣的技能 但是没有杀掉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他的护甲比较高 是一方面 队友乃绿过来放了一个二技能 给对方一个沉默加减速也很重要 这波打完以后 那么神牛现在的数据322 是不是很没有意思 对吧 是不是很没有意思 但是既然他是Miracle 既然他出视频第一视角了 那就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局势 这波神牛溜达过来以后呢 一个板先手跳过来大棒子 然后跟上去一个拍地板 再加一个大棒子 对方这块想跑 门也没有啊 这个也直接A死啊 拿到人头的又是 对方的耐绿 这里有一个对方的船长 看到这个船长 这个船长也是非常的急警 拿了一个幻象过来 去A这个神牛 就是不让你用跳刀 一直在追着你 不让你用跳刀 神牛这个英雄 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大招 用跳大来打先手的话 那么用勾鹤来打先手 是一个收益比较稳定的选择 勾鹤这个技能的话呢 他在前期 他的悬晕时间 其实是比较短的 他跟余震相比的话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我看一下这里 对方巫妖的这个位置 还有这里跳大一个板 然后再拍地板吗 没有 他选择是把这个船长 留给自己的队友去杀 他绍上来杀对方的一个巫妖 巫妖这块甩了一个大 两个人非常机智的一个走位 躲开了对方的大招 没有让他继续弹 最终拿到对方巫妖人头的是毒狗 但是可惜的是 神牛让了的这个船长的人头 并没有能够拿到 队友那边没有能够完成 对这个船长的击杀 也是有点可惜 神牛刚才跳大 完了那一套打上去以后 这个船长其实状态 已经非常的残了 而且这个船长 是一个相位允星的船长 他没有BKB 按理说 应该是稳稳能够完成击杀 结果没想到呢 队友那边没打掉 让对方的船长跑了 跑了的话就跑了吧 对于神牛来说 下一个装备 要他的值得去做一仗 那么从中立装备的角度来讲 神牛如果有回蓝装 固然最好 看一下这里 对方的人的位置 其实很好 但是没有大 这里一个板砸住对手三个人 稍微等一等 不要着急 这时候对方的大声 还没有放大 放完了 我跳过来 就是一棒子 加一个拍地板 带走对方的巫妖 然后再给一棒子 打到船长身上 这时候有赏金在这里 我一个小跳过来 一个拍地板 然后呢 等一下躲一下对方的水 人头最后是被剧毒术士拿到 被剧毒术士的技能给毒死了 这个船长 那么乃绿 击杀了对方的大胜 而神牛加上赏金 再加上剧毒的一个毒伤 带走了对方船长 这波又是打得非常的赚 而且因为有赏金的存在 这种人头互换的PVP 是最开心的 在游戏进行到14分钟的时候 神牛的经济现在是6300块 那么排在全场的第三位 仅次于队友无解肥的奶绿 当然有观众可能会说 这场比赛奶绿这么肥 岂不是奶绿带躺 大哥位肥不肥 要看你的队友能给你拉扯出来多少空间 你知道吧 队友能够拉扯出来空间 然后你自己又非常善于去规划 刷钱的路线和节奏 这两个缺一不可 队友给你拉出来空间了 你不会刷 那你就是刷的很慢 这里看到了对方大胜上树 应该猜一手 对方应该是会选择打这波兵线 而且应该是跳树下来 这块看一下对方大胜 往下跳的这个姿势 看见了直接一个板 然后跳过来一个大棒子 轮上去 对方这里转身给上一个棒子 但是并没有敲到神牛 我再给一个拍地板 一个大棒子 直接敲死对方的大胜 人都是来到了四杀两死 七入宫 在开局三二二 还是三二三的数据之后 连死两次了以后 这个神牛现在 给上一个棒 跳过来 给上一个拍地板 但是伤害没用上 第二个大棒子没给上 看看独狗的大招给到 关自己躲开对方的船 船长这块想摇晕轻锤 拍地板砸晕 然后往回撤一下 先不要着急 等一下自己跳楼的CD 看看对方 这个小鱼还想上来 搞事情吗 旁边有很多的兵线 对方的小鱼撤了 这块如果小鱼赶上来的话 神牛应该是还有机会杀 这块一个大棒子 敲掉兵线里边的 应该把旗子兵给敲了吧 这里继续利用自己的鱼阵 加上拍地板 这块看到了对方的先知 转身一个板 对方的小鱼开技能 对手推堆 救一下 散尸给到了神牛身上 神牛在自己的蓝量 被打空之前放出来大招 反身定一下对方的小鱼 然后看到了 有一个奥数神符 但是先知的一张大弹过来以后 是给到了一个弹绕 猜到了对手 在高台上有视野 神牛也是赶紧往回跑 现在空蓝了 半血不到 然后再加上一个空蓝 这个正面确实神牛已经没用了 所以果断的选择回家 这个时候很多的中低端路人 觉得特别容易出现 就是看队友在打 然后自己又不想走 有的时候这个是自己不想走 想蹭住攻 有的时候是怕你走了以后 队友那边没看见你 空蓝空血然后喷你 但其实这个时候不要管他们 不要管他们 你就该回家就回你的家就完了 保证你自己的节奏不要断 因为你在正面战场 刚才你没有任何的蓝量 没有技能 你能够做的只有在旁边去 去去C 对吧 你只能在旁边C 然后呢 你C这C这没准自己就挂了 所以不要去 不要去看 你有技能 有机会反打 哪怕有机会给一个板 你都可以留在正面战场 稍微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 但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了 就踏着时回家去补给 然后再去打下一波就可以了 一场比赛团战机会有的是 不要去拘泥于说 过于瘫一两波 然后导致自己白给 其实中低端的路人局 或者说有很多玩家 他上不去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太过于在乎自己队友的想法了 这里 欧漂亮 这里是看到对方大胜刚才的一个位置 其实是 有一个高台的眼 看到了对方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神牛的装备 距离自己的A杖已经差的不多了 神牛在刷钱方面 如果他纯刷钱的话 刷的是不算慢的 满级的余阵 再加上这个强化图腾 一个超低成本的AOE 加悬晕 加上一个单体高伤害 这里给上一个板 但是好像救不下来呀 度过这个位置 被对方一顿连控 天赋方面的话 作为中单 肯定你实际是要加右侧 这个40的基础攻击力的 在强化图腾 400%的一个提升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个40点的基础攻击力 相当于可以直接给你 加200的伤害 400%的一个额外攻击力 再加上本身的这40点伤害 直接就乘5 可以给你加200的 一个强化图腾伤害 非常非常非常之划算 现在神牛的A杖 已经是马上就出来了 马上就出来了 看看还差多少 还差几块钱 这波拿到这几个小怪 直接A杖做出来 有了A杖以后 中单的神牛就来到了 自己的第二个timing 第一个是拿到跳刀以后 第二个就是拿到A杖以后 然后第三个就是拿到BKB以后 这三个都结束了 都拿到手之后 如果你再想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 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玲珑心 一个就是刷心 我个人更加倾向于是玲珑心 我不太倾向于刷心 原因是有可能拦不够 有可能会拦不够 看看这里神牛跳过来 然后跳过来 然后再又一个跳刀 再加一个大跳 我身上还有一个小跳 对吧 三跳合一 看看这里对方一个TP落下来的 哎呦 这个船长 这个船长 哎呦 这个船长 这个惨用一个飞镖J带走 标记一个飞镖J带走 那么对方的船长这波被击杀 打完了以后 人都数来到了23比13 团队经济差是七八千的一个差距 那么看看神牛再拿到A杖以后 接下来要干点什么呢 对方的无腰带中路 清一下线 露了个头 那既然小鱼 哎呦 小鱼小鱼小鱼 我来了 我来了 看见你就不行 跳大一个板 再拍地板一棒子直接敲死 轻松血液的一套连击 根本就没有给对方任何逃生的机会 这一波打完以后呢 又是刷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奥数神符 拿到这个奥数神符以后 神牛的下一个装备 他不做BKB了 他也是准备要去出一下 看这个装备应该也要出一个以太吧 以太对于神牛来说 其实是很有用的 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说这个以太这个道具 好像对他的大招和他的强化图腾都没有收益 但是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的 对于他的勾货 对于他的这个A杖技能 对于他的跳刀等等 这些都是有收益的 这边队友哥姐和过来打一波肉山盾 拿这个肉山盾 买绿那边是拿到了BKB 团队的经济已经拉开到了8000家的一个优势 这边打完以后队友直接开悟 那Miracle也并没有选择去要这个肉山盾 他的值得让给自己的队友 下一个装备除了出这些以外 其实也可以考虑做跳刀 做封杖这里只一个板跳过来 然后一个大棒子 队友给上标记 一飞标再加乃绿的平A出出 瞬间带走对方的船长 这个就是神牛这个英雄 他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板 这个板出来 一棒子直接抡死 然后跳到高团上面来 规避一下对方大招的弹射伤害 他的板是一个超远距离的控制 虽然他有抬手 但如果你是在视野外放的话 对于对方来说 就相当于是一个顺发无抬手的超远距离控 看下这里一个板跳过来 然后再给上一大棒子 再给一个平A小跳躲开对方的大棒子 我再追72遍 我让你跑 我这不你给我上树 那你就别下来了 我再给你一个板 我就把你控到死 还调戏了一下对手 就等着对方上树 你上树我也过去对吧 我甚至不用补刀补砍树 我就直接把你给带走 这边对方的大胜也是表示说 这个比赛可以结束了 对吧可以结束了 因为他已经发现了 这场比赛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 去去去去翻盘了 我作为一个大胜 这场比赛我又不是大哥位 中单的是船长 大哥位的是小鱼 我一个大胜怎么翻盘 三号位是一个先知 我只是一个辅助的大胜 然而中单的船长呢 这个30级泰斗船长是被 直接打的根本没有办法刷钱 被打烂了 好那场比赛的话 应该后续的剧情也不会太复杂了 对方好像啊 好像是放弃抵抗了 那么能看到这里的都是缘分 大家也可以点个赞 投个币支持一波 对吧 点个赞投个币 这里Miracle过来刷数据了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刷数据了 因为对方其实已经放弃抵抗了 那么这会儿过来去刷一刷数据 Miracle这里又拿到了一个船长的人头 来到了十一杀两死 十一住坡 这里还想再去找一下对方藏在树上的一个大胜 不过并没有找到 这里看到对方的大胜 再给一个棒子 不过仍然没有能够留住对手 身上已经是有了以太 再买三个芒果 直接把自己的蓝量补的也差不多 那么又看到了一个恢复神符 再跳回来 自己的队友那边已经是把对方的建筑拆的七八八了 那么神牛回来以后呢 放个大招庆祝一下 放个庆祝大招 然后把对方的基地拆掉 这样比赛就结束了 这场比赛呢 整个过程的话不算难 不算难 但是呢 Miracle的这个状态 我们能看得出来 在这种两三百分 两三百名 对吧 两三百名或者三四百名的这种均分的局 Miracle的实力仍然是呈现出了 一个碾压的态势 那这场比赛可能有观众会觉得是 群雲毕灵 也就是乃绿这个点 无解肥 把对方杀穿了 但其实我们知道 在前期绝大多数带节奏的时候 都是神牛在带 而且事实上他也打了全队第一的输出 在补刀数是只有161 要比群雲毕灵少了将近 将近140刀 130多 130大几刀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输出是打了全队的第一 而且整个比赛的一个节奏一直是在 Miracle的一个控制当中 能看得出来 Miracle的一个附件效果还是不错的 顺带一提的就是 Miracle不光这场比赛打成这样 我观察一下 他近期大部分获胜的比赛的游戏 时长都是在20多分钟最多最多到30分钟出头 这个是他近期打比赛的一个常态 看得出来状态真的是恢复的很好 也是期待早日能够在比赛当中来看到Miracle能够重回赛场 我是桑王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大